这个女孩每天晚上都会死去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再活过来 传说她死去时散发出的乡气 能治愈所有不治之症 因此被全岛的村民奉为活神仙 但年轻的奈琪并不相信 她本来和母亲相依为命 可为了救治患病的母亲 将家中的粮食全部献给了活神仙 可母亲还是因病去世了 奈琪觉得这是个阴谋 据她了解 这个小岛与世隔绝 只有掌潮的时候才能从一个山洞出入 岛主一家是最先发现小岛的 而活神仙又是岛主的女儿 猜测岛主就是想借此敛财 并且在一次上山采药时 奈琪听到岛主亲口承认 活神仙的香气根本没有治病能力 病人的痊愈只是自我暗示的结果 奈琪不愿村民再被岛主剥削 决定出海寻找名医揭发骗局 并成功带回了虫尸银骨 他俩趁着夜色找上女孩 银骨发现他身上的奇异现象 是鼻子中寄生的虫子引起的 但不了解不敢轻易医治 便在奈琪的带领下 去找被岛主藏起来的其他病人 并以一个患病的动物进行实验 才找到了这种病的治疗办法 在女孩眉心扎入银针 驱逐了寄生在里面的虫子 让女孩恢复了正常 才知道是岛主送了女孩一朵花 闻过花香后就变成了活神仙 奈琪恰好见过这种花 就在海边的洞穴里 奈琪和银骨当即选择前往洞穴 果然找到了女孩描述的那种花 银骨判断是虫子在花上产卵 才导致闻过花香的人换病 可就在他们准备毁掉花海时 岛主发现女孩的病好了 判断出有人发现了活神仙的秘密 带着人马就赶到了山洞 奈琪两人被岛主堵住 只能向洞穴伸出逃去 而女孩怕父亲杀人 也向着山洞跑去 并在途中将真相告知了所有村民 却没想到怒不可恶的村民 直接拿起农具找上了岛主 将其乱棍打死 女孩感到是只看到了父亲的尸体 她无法承受现实世界的残酷 选择再一次吸入虫卵变回了活神仙 沉浸在无悲无喜的世界里 而被村民救回的奈琪 虽然同样对未来感到迷茫 可她选择脚踏实地的开拓山洞 未出还补于创造条件 要在黑暗中摸索通往幸福的道路